楊敏 來 歡迎 歡迎 也好 有請那個警政署跟移民署的一同 好 我們請兩位署長 部長好 剛剛部長也提到 對於我們遠楊的外籍漁工 他們整個工作權益的保障 讓台灣在有關於勞動人權 在國際上面形象能夠改善 同時一方面 對於這些遠洋外籍漁工 事實上也可以提供充分的保護 我覺得這整個方向 基本上是非常的好 只是接下來看要怎麼樣落實 我今天要關心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來到我們國家了以後 這一些行蹤不明的漁工 現在整個查處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知不知道 他人跑到哪裡去了 那現在目前在實際執行面上面 執行的方法跟效果到底是什麼 那我現在先分成兩個部分 這張表秀的是說 內政部移民署他們所查到 外籍漏跳船員 每年從2014、15、16 281人、580人、907人 發現查處的人越來越多 那可能某個程度上也顯示了說 遠洋外籍漁工 他們後來跑掉的人數 也在增加當中 那這個可能就反映出了剛剛我們所講到的 他們可能在面對整個工作環境上面的困難 但是我現在更關心的 是下面這一個 這個不是遠洋的外籍漁工 這個是在勞動部許可了以後 那可能在我們台灣很多不同的漁港 他們可能在從事是近海 近海捕撈作業的 請部長跟其他兩位署長看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累積行蹤不明的外籍漁工 在台灣到2016年的年底 已經有2465個人 佔所有的比例 佔所有的比例 目前我們在 我講的不是遠洋的 是這一些非遠洋的外籍漁工 部長您知不知道 所佔的比例有多高 佔全部所有逃逸外勞的比例嗎 對 所有 所有逃逸外勞現在有5萬多人 沒有沒有 我講的只有非遠洋的外籍漁工的比例 喔 遠洋外籍漁工的比例 那這個沒有沒有統計 這個 所以我直接跟部長講 可能是勞動部的資料會比較完整 對 我直接跟部長講數字 我們非遠洋的外籍漁工 目前在勞動部那邊的資料 應該有10872個人 非遠洋的部分 非遠洋的 10872 結果現在行蹤不明的有2465 他的比例已經超過了25% 非常非常的高 那當然我們一方面會很關心說 這些外籍漁工他們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我們另外一方面會擔心說 那這一些行蹤不明的外籍漁工 對於可能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上面 他所會造成的衝擊跟影響 因為他行蹤不明的比例高達25%以上 所以我就去看說 對於行蹤不明的外籍漁工 我們整個在查處的作業上 全責是什麼劃分的 我有看到海巡署 他們有在執行一個祥安的專案 那我也有看到警察局 那他們有去成立了一些專案小組 在進行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針對這一些 非遠洋的外籍漁工 行蹤不明的比例這麼高 那不管是從漁民署 還是從警政署 現在具體的作為到底是什麼 我跟你說明一下 您所謂的祥安專案 基本上就是由國安團隊主軸 然後結合警政 結合移民 結合海巡 結合各單位的力量 整個要去 那如果從實際 我們現在不要只管漁工 我們所有包括 所有的逃逸外 包括了看護 家裡的看護 包括各種到工廠工作的 那最後呢離開 剛剛委員一直在問說 為什麼他們要逃逸 那事實上這些人 我們現在管線末端就變成 配合這個祥安專案 這一些機關的 就一直去抓 一直去抓 那裡面有各種不同類型的人 裡面主要抓的比例 最多的 以最近幾年來看 移民署的人 專情隊的人抓最多 接著是警政署的 然後各個部會相關的 那當然都有搭配 但是主要還是這兩個主力在抓 但是我曾經在很多場合裡面 一直反映這個現象 如果一直要他們去抓 每年逃出來的 比抓的還要多 每年抓一萬多人 這比例相當高的 那但是呢逃出來的 一萬多 比抓的還要多 這樣子就表示什麼 表示這些原來雇用的機制 出問題了 所以人家來到這裡 做沒多久 怎麼變成最後要逃出來 用這樣子方式收藏 成為我們社會的問題 也成為我們治安機關 變成必須去抓這樣子的人 我們除了要去處理別的治安問題以外 我們在處理一個 逃逸的外勞 不管他是漁工 或者他是看護工 其實在制度面有問題 那這也是最近為什麼 國務院的這一個報告裡面談的 其實最重要的 根結的原因是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這一些機制 雇用機制 裡面出現了問題 而不是只有單純在 抓的效率的問題 因為你再有效率 這麼多人 祥安專案裡面 每年抓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是什麼觀念呢 很多我們的移民專情隊的人 要到山上去 要跟他們追 還有人跌到山谷去 我的一個移民專情隊的同仁 因此受傷了 那我要去看 我要去慰問他 那看到他那樣子受傷 心理上多麼的難過 那其實這個是制度面的問題 我們真的是要從 整個制度面去回應是沒有錯 部長我先打斷一下 就是說 剛剛您從整個整體的制度面 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個人非常的贊成 那我有個很 進一步具體的建議 就是 當你們 不管是內政部 跟勞動部 或者是跟海巡署 在進行 這整個整體工作的規劃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 數字的分析 是很有意義 而且很重要的 就是 他們是在 什麼地方 什麼樣子的狀態下面 人就直接行蹤不明 因為我現在所得到的 資訊 有一些是 人到機場的時候 在機場就被帶走了 有一些是 剛到雇主的那個地方的時候 譬如說剛到漁港的時候 人就被帶走了 那當然有一些是 人實際到了以後開始工作 因為或許 勞動條件 惡劣 所以後來他們就跑了 那這些不同情況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行蹤不明的原因的分析 對於 從部長剛剛所講的 整體的制度面上面 去看說 我們要怎麼樣有效 去減緩這樣子的狀況 不管是降低逃跑的原因 還是行蹤不明了以後 接下來的查獲 這樣子的分析 才會更有意義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必須要講 所有官方的資料 我大概騙查了以後 我還看不到說 我們的行政部門 能夠有一個非常有系統的 針對這個狀況 各種不同 在什麼樣子的地方 跑掉的狀況 進行有系統的分析 因為 這些基本的工作 如果沒有做的話 剛剛部長所講的 那個整體性的規劃 去降低 他們逃跑的機會 跟 如果跑掉了以後 能夠知道他們的行蹤 這樣子的執行工作 可能接下來 我們就會不斷的陷入 剛剛部長 所講的那個困境 所以部長就這個部分 您能不能夠承諾我說 內政部這邊願意出來 找勞動部 然後也願意來找海巡署 針對有關於外籍勞工 他們跑掉 那愚公他們跑掉的狀況 到底是在什麼樣子的 不同的階段的情況發生的 能夠進一步的分析 委員謝謝 我覺得 您不只把問題點出來 而且您的要求是合理的 確實我們如果 從內政部的角度 不願意承擔的話 會說 愉悅的就是愉悅署的 然後 然後那個 其他看護的就是 是衛福部的 但是我們認為 我們可以去盡量去結合 這一些專業的部門 但是我們沒有專業部門 跟我們協助 從整個警察 或是移民的角度 也很難把網張得那麼開 而且能做得那麼深入 所以您剛才講的重點 我們認同 就是第一 我們願意積極 積極去協調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請委員再幫我們一下 我們要結合 確實是結合 漁工的部分一定是 漁業部門一定要跟我們合作 甚至有些部門要坐在前面 那我們這樣子願意承擔去連結 那盡量把這樣一個整個的形貌 掌握得更清楚 剛剛委員那樣的一個分析 我覺得就是 我們在面對一個課題的時候 要去處理的時候 的一個非常合理的這樣子的步驟 我們願意這樣來努力 沒有在立法部門 去促成整個行政部門 彼此之間的相互合作 這些工作 我不僅支持 而且一定會去做 但是我剛剛最後再次 要請內政部這邊 希望能夠承擔 比較重的責任 出來 去整合的這些部門 那針對不同逃逸的原因 查處的狀況 能夠進行一個有系統的分析 這樣我們才能夠比較好 去前瞻說 我們接下來怎麼樣 才能夠採取有效的作為 我們認同委員的看法 好 謝謝部長 謝謝